新鸿基左手借了230亿 右手就入了三块地 究竟对香港楼市有什么启示? 在香港房地产领域 新鸿基也是一个龙头的公司 在今年的5月 新鸿基和23家 分别是内地国际本地金融机构 签订了一笔高达230亿港元的贷款业维 为期5年 虽然新鸿基没有公布 今次贷款的利率是多少 根据以往的经验 一般地产排断向银行借贷 利率通常是H-1 即是5-6厘左右 为何23家机会愿意借给新鸿基? 就是因为新鸿基的财务评级是A1级别 风险量低 而在公司仍然方面 就算面对低迷市货 新鸿基的卖楼成绩依然相当良厉 半年套现了154亿 所以银行都乐意借钱给新鸿基 尤其是内地公司 因为内地现在进行一个减息周期 投资回报不算理想 反而借给新鸿基 有机会赚到5-6厘利息 内地银行是相当愿意 当前楼市是存在一些阴迷 但新鸿基在这3个月 接二年三入了3幅地 看起来好像很大胆 实际上一定是计过世所有风险 我认为更大可能是趁机留底 简单举个例子 好像刚刚保地价那块地 地价跌了7成 楼价跌了2成多 相对来说 还有4成的价差空间 令发展商有足够空间可以抵受风险 加上市场通景美联储减息 变相来说将来借贷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而且市场复苏之后 有更大的套利空间 当然啦 不排除楼市会进一步下降 但以新鸿基的资本财力 都不太怕去挫货 更重要的是 地皮的面粉价 真是便宜 差不多回到2013年的水平 以房地产投资的长期价值来说 新鸿基的赢面是相当高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网站 我是老逆消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